即时新闻综合报道,中国重庆一间健身房日前突然倒闭,有会员因为找不到人求偿,于是将玻璃门打破,闯入健身房将健身器材搬走当补偿,更有人企图拆下健身房的冷气机已表布曼。 综合中媒报道,中国重庆沙平坝一间健身房日前突然倒闭,大批会员事后到健身房讨公道,却发现大门上锁而且无法联络到负责人,有会员因为担心权益无法获保障,于是打破玻璃门进入健身房,然后搬走里面的健身器材。 现在里面的哑铃与重训器材几乎都被搬光,还有人企图拆下健身房的冷气机已深陷情绪。 该健身房的教练表示,自己也已经两个月没拿到薪水,现在会员们已经报案,警方也展开调查,初步统计其中涉及金额约45万人民币,约207万新台币。 会员们表示,如果健身房负责人一直不出面解决问题,将采取司法图景。